今天这款小龙虾可不一般 光听名字就非常上头 它闻起来有点臭 但非常的好吃 广西柳州螺蛳粉风味的小龙虾 要用到螺蛳粉专用酱料 它的用量是250克 有了这款酱料以后 其他的什么油盐酱醋 蚝油生抽的 通通都不需要放 只需要按比例加水就可以了 除了做螺蛳粉之外 还可以做小龙虾 或者螺蛳粉麻辣烫 螺蛳粉牛杂 螺蛳粉火锅 都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我们马上倒进去的是广西酸笋 它闻起来有点臭 也是这款产品臭味的来源 其实前面的酱料里面 已经有很大的酸笋风味 但是我们为了让顾客 能看得见的酸爽 所以另外再加一点酸笋 在里面会更好 现在开始烹饪 起火热锅 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把锅给它润一下 然后把油给它倒出来 重新加入适量植物油 把准备好的生姜 蒜头还有小米椒倒入锅中 给它煸炒出香味和辣味 能吃辣就多放 不能吃辣的就少放 本身这个酱已经是微辣的 然后往里面加入清水 有条件的可以加点啤酒 清水和啤酒的总重量是2000克 紧接着把准备好的螺蛳粉专用酱 倒入锅中 然后就可以下入小龙虾了 这个小龙虾提前用高油温给它炸一下 然后把准备好的酸笋倒进去 一起给它大火烹饪 像这种五六七规格的青壳虾 我们大火烧7分钟就可以了 出锅以后最好给它浸泡10分钟 让它更好的入味 然后再摆盘上桌 这个螺蛳粉风味的小龙虾 这个汤汁要稍微多一点 多一点汤汁 另外可以烫一些米粉放在里面 让这道菜更符合它的名字 广西螺蛳粉风味的小龙虾 有粉 有酸笋 还有酸爽的味道 最后再浇一点螺蛳粉专用辣椒油 这样一道非常具有特色风味的小龙虾 就做好了 什么麻辣龙虾 蒜蓉龙虾 十三香龙虾 满大街都在做 没有任何特色 这款螺蛳风味的小龙虾 可以尝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中文字幕 wrath